中天中市的高层人事变更案 NCC在没有法源依据 却也附带条件来要求中天和中市 甚至之前办的公听会 也只截取了部分学者的意见 被立委痛批 根本就是断章取义 而行政院秘书长薛祥传说 即使NCC是独立机关 一切也应该要遵守 依法行政的原则 一项标榜中立的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在处理中天中市董监事变更案时 却明显违反行政中立 另外以复复带条件来要求 NCC的法源在哪里 连行政院都打了个大问号 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应该依法行政 但是他们这个没有法源依据 就强加了七项的复复 我们的原则还是这样 依法行政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没有法源依据 我们还是觉得都是要依法行政 要呼吁NCC应该要 我们对于这个独立机关 他们的决定我们都是非常的尊重 但这个在所有的行政部门 依法行政也是大家的这个 必须征锁的 尤其NCC明明破天荒的 针对中天中市变更案 召开了听证会 最后结果却只选择信的 采纳部分学者的说法 这样的NCC真的公正客观吗 对于他们有利的部分 基本是只字不提 那对于不利的地方就放大来解释 其实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真的是断章取悦啊 你如果觉得这样的做法是 违反了公平竞争 涉及到垄断的行为 那你应该从市场结构上 依照法源的基础上 依法行政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人告诉你说 跳过了法 用个人的主观的抉择 然后结合了几个NCC的委员 一起来搞所谓的 选择性的裁判啊 选择性的执法 叫你鬼法滥权的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 是非常严重的走 反新闻自由的倒车 借着董建事变案 介入电视台部门人士 甚至是盛影棚的设置 NCC的手有没有伸进媒体 难度外界悠悠之口 中西文蔡木齐黄安晴 台北报道